好 我們說Focus熱賣 因為包括從70萬級距以上 它就有Copilot360的標配型男 這一點對很多在意安全 在意新時代趨勢的消費者來說 真的是一大賣點 對吧 對 其實我們常常聊到 各家的主攬配備 真的現在消費者買車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Focus 不論是我們今天講的 比較性能的調教的之外 其實它從去年一上市 我們就一直在講 我覺得Copilot360的確是 讓這台車熱賣 非常主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它直接就給你了 我們雙B也好 可能要200萬以上 甚至還要加價選配 LV2 對 現在我們是LV2 是百萬以內房車就有 我覺得是非常難能可貴 我們講的幾大要素 ACC它是全速域 然後它也是直接給你LCA 就是車道維持居中 置中的功能 然後AEB等等 然後現在新年是又陸續追加 像是我們之前也報了IACC ISA 智慧型的速限等等的 我覺得算是非常 目前在這個局局 別家幾乎都沒有辦法到 這麼完整的組完 我有安全 我真的在開快的時候 可能我稍微也覺得 比較安心一點對不對 例如說今天來到現場的 ST Wagon 動力280匹 2.3 ECOBOS280匹 然後剛剛我們也有聊到 它的一些動力表現 其實外觀上來看到 除了它有不一樣的 這種原廠叫做 蓄日之刃的LED的日行燈 胎圈又再比剛剛的 ST Line的LOMO 再大一吋來到19吋 而且是給你更好的PS4S的跑胎 然後煞車也一樣 它的盤金又更大 更大了對不對 而且還有20.75年 請問多了哪些東西 這次其實會比較偏 內裝的一些新增的配備 我們坐進來其實 一看就知道了 儀表 原本的我記得是4點多吋 就是一個傳統的義金 但現在是12.3吋 可以說是現在消費者 很喜歡的數位化的儀表 然後當然它車價以今天的威格 是143.8萬 除了前座 我們剛剛也聊到 童哥講的非常好的 旅客座椅 平底的方向盤之外 它也多了一些機能性 威格我們想到 旅行車可能會比較偏outdoor 所以20.75年是它在後座 多了一個我們常常講的雪橇孔 你如果要拿行李箱的東西 你不用再走去後面 我直接手一伸就可以了 有一個取入孔 然後它還有多了 我們剛剛講這個ISA的 這個智慧型的樹線 儀表它也多了 然後最後在這個後行李箱 我們講到常去outdoor 可能會露營 釣魚 烤肉 會弄髒 它也給了你一個 就是你剛後座打平以後 有了一個更完整的一個房屋店 它有一個房屋店 然後它是可以甚至 你整個後座打平之後延伸 是 請問如果假設 我真的想把它當成露營車的話 我覺得它這個應該就是 是給你這樣的準備 你再準備一個床墊 而且它那個延伸是 連保桿都包起來